江蘇人叫南通做北上海 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 南通發展成為中國綠豆造船城市之一 去年GDP達到4500億人民幣 但今日這個中國造船之城 似乎只是在死亡邊緣做垂死的掙扎 我們去過史全財困及榮盛 在南通造船廠 今年初聲稱有近2萬年的工廠 仍然人質刊字 沒有動工的跡象 甚至連工廠外面公司的名字剝落 都沒有錢維修 我們聯絡過他們其中一個工人 據說現在工廠只有6000名員工 今個月月頭 有工人在榮盛廠房門口抗議 要追討欠信 公司今年年底要償還156億人民幣貸款 財困、行人爆煲 看來不是空月來風 不止榮盛 我們走訪當地其他船廠 情況都差不多 有當地人這樣形容造船業 也有在工廠附近經營食節的老闆這樣說 製造船業陷入低潮 一大的經濟受到打擊 整個社區死靜到令人心寒 當地造船業畢竟 但是這間中遠洋武公司 中遠集團和支合族的船廠 可以獨善其身 工廠內停泊大型船隻 動工 中午的時候有工人出入 其實中遠集團去國企 過去有不少報道 指他們指公司 中遠洋連年虧損與益 公司仍然立不倒 或多或少 都是因為背後有阿爺撐腰 難過到今時今日 全市造船工廠面對全球航運低迷 攔接訂單 也在南通市中心 還見到有他們公司標誌的重型機械 但是到底 中央這個水源 還可以為多少間 經營不善的國企灌溉 還可以用多少 人民的血汗錢 為他們失誤 埋單 之間 並非正確性 的 自來自來自製 基本上 感谢观看